欢迎收看第563期ETV 我是主播蔡依婷 露营是现代的热门户外运动 心静大自然 自己动手搭建帐篷 做料理是其有趣之处 疫情期间 露营的人气更是水涨船高 除了传统的露营之外 还发展出了新的懒人露营形式 又称豪华露营 不需要自带装备 就能体验到露营的气氛 在最近更是热门选择 豪华露营又称懒人露营 其形式丰富多样 提供的设施也有别于传统露营 让民众可以轻松出门 不需要自带设备 减轻负担外 依照价位的不同 更提供了多元的食物及设施 基本上来入住的人 那我们搭配就是包括一个下午茶 到了晚餐的时候 就吃我们的蒙古烤肉 吃到饱 还有隔天饱飞式的早餐 豪华露营不需要带露营装备 然后他会把环境用得很漂亮 优美这样 然后一直很适合 像是可能我们有家庭的小孩子 昨末的时候很想休息一下 然后想带小孩子去拿自然走 露营是一种热门的户外活动 根据中华民国露营协会的统计 台湾常态吸引露营人口 已于2015年突破200万 露营往往需要自备许多装备 及耗费体力搭建帐篷 而豪华露营省去许多麻烦 成为新的热门选择 露营好很多 因为就是有冷气 然后里面也有电灯 如果是之前传统露营 自己要在帐篷上面绑手电筒 然后也没有冷气 然后电风上 而且豪华露营的床垫是弹簧床 然后如果是自己露营的话 就是自己用气垫床 就是可以更方便 因为收帐篷还有搭帐篷 其实都蛮麻烦的 豪华露营可以减少掉这些麻烦 但是就是在跟朋友的情感联络上 是达到相同的目的 所以其实相差的话 其实也就只是差在 有没有搭帐篷这件事而已 我还是会选择豪华露营 因为真的减少掉很多麻烦 近年来因为疫情的缘故 国内露营风潮更加盛行 亲近大自然远离拥挤的城市 使民众不必担心社交距离也更放心 豪华露营的人数也不减反增 因为疫情的关系它变得更火热 是真的 因为当时台湾没有办法出去玩 见面的话可能都要戴口罩 但是我想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些观念会觉得说 那我如果到人很少的大自然的空间去休闲的话 也许就比较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距离感 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一个开放的空间 会影响的就是旅馆的密闭空间 那开放空间大家就比较心安嘛 尤其园区有13公顷 而且都是在树林里边 所以里边非常安全 当初大家就会考虑尽量就往这边跑 所以影响并不很大 不同的露营方式受众也大不相同 豪华露营虽让人省去许多繁琐的步骤 却也失去了露营原先动手做的机会 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一般露营 因为感觉起来更加贴近大自然一些 就是人工的痕迹这些都会比较少 然后自己去搭档篷 准备食材煮东西 或者是营区附近森林步道 这种有点挑战一点冒险的方法 会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你们会想要试试看那种 不用自己搭帐篷的露营吗 还好 还好 不会想 会啊 自己搭比较好 但是不用自己搭的它里面还有冷气 冷气 对然后还有床 冷气它不是房间吗 房间跟帐篷不一样 帐篷的外面那个墙壁是软的 它的帐篷外面也是软的 它的帐篷也是软的 但它可以在里面 帐篷 那就是去饭店 你说的那就是饭店 我觉得那我就住饭店就好啦 因为露营也是这个过程中让孩子学习去 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好 你把那个站起来 你把那个鞋引起来 你把那个鞋引起来 想办法站起来 太大了 试试看 试试看 你不要做我的帮子 你要帮忙通过一些事情 一块少的不转 好不好带 现今台湾露营区大多设备完善安全 不过露营区内人需自行生火 及搭建灯光设备 玩乐的同时也需注意自身安全 比较容易产生危险这个事情 应该是要去露营的这个路上 因为有些露营区它进去的路是像产业道路 或是可能没有办法汇 很好的两台车一起汇车 那如果都是在这样子的路上的话 会需要多注意一点交通上面的安全 露营俨然已成为大众休闲娱乐 无论是常规露营还是豪华露营 一同出游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时间 才是最珍贵的 远离城市喧烧贴近大自然 这就是露营的魅力所在 各式各样的街头艺人 时常会出现在热门观光景点表演 但要如何吸引观众 并让他们留下来观赏 这些都是光鲜亮丽的表演背后所隐藏的学问 此外街头艺人取照制度的改变 虽然使表演多元化 但也造成场地不足等问题发生 很多人在讲说你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地方 你要了解这个地方的最好的部分 就是看它的街头文化 街头是不是有很多艺术品 雕塑啦 装置艺术什么 甚至有没有很多街头艺人表演 这是最容易去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 最容易评鉴的一个地方 林思雨和詹雪晴共同组成双人唱歌团体 两人透过工艺团而认识 当初考取街头艺人证也是为了工艺的演出 2023年7月 他们在嘉义市文化公园的表演 恰好遇到外国朋友来旅游 并邀请他们一起跳舞 现场十分热络 关于那一次的我们外国人 我觉得是纯属意外 就是外国人是因为他们是 刚刚好呢 就是坐那个游览车下来 结果呢 我们刚好在唱这个电歌曲 然后他们就嗨啦 虽然我不会讲英文 但是呢我就直接就跟他 Hello my friend 看妈看妈妈跳舞 结果他们就来了 结果就嗨起来了 嘉义人比较热气 其实我们嘉义人的打赏方式 真的跟外线是别的真的不一样 对 而且我觉得嘉义市 已经有把这个街头艺人 这属于风向吧 是带的真的很好喔 对 我们政府就是固定那几个地方 让人在 那大家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有谁谁谁 然后就在那个现场 他们就在现场等 其实像我们有一些这个高雄的朋友 台南的朋友 台北的朋友啊 他们都在讲 其实他们也很喜欢来我们嘉义 街头艺人合法化之前 在街头表演会被警察驱改 因此 台湾街头艺人发展协会的创办人张柏威 想要改变台湾社会对街头艺人的观念以及制度 积极推动合法化政党 希望营造出街头及舞台处处有艺人的街头文化 第一个把这个公共空间的使用权把它争取回来 第二个我创造了很多年轻人的机会 退休人的一个休闲的出路 甚至于有些我们讲在青壮年的这些 有很重的家庭负担的这些人士 有时候他们也会利用假日的时候 他会出来做一点街头表演 补贴家用 坦白讲我当年在推的时候 只是从推动观光加分的这个角度 结果后来没想到影响到的层面 哇是这么的全面 街头艺人它属于是非常的接地气的 很简单嘛 我们没有华丽的舞台啊 我们所采的地方没有红色地台 我们所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土地上面 然后呢我们跟观众的互动是最亲近的 带给我们就很快乐 心情都很好说 听听歌啦 就可以解除一些那个心理的压力 做人情好这样 很火热的这样 他呢去角度我就 我都会对 这人表演看起来就很轻松 就觉得好像会 讲要起来跟着他们一起跳 本来不认识大家都变成粉丝 都变成大家都是一层 粉丝团 变成朋友 嘉爱市街头艺人取得征兆的方式 原本为考试制度 由专业评审及文化局人员 对表演团体进行评分 为了鼓励表演艺术多元发展 嘉爱市政府文化局在2021年 时改为登记制度 只要登记申请即可获得表演证照 根据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对嘉爱市街头艺人的数据统计 截至2016年 考试制度实行下的街头艺人有398组 改为登记制度后 数量增加到1237组 可以看到街头艺人的数量 有明显的增加 各式各样的表演加入 为整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意和多元性 同时 却而造成热门表演场地的申请人数增加 场地的竞争更加激烈 申请制的开始 一下报征700组 你看700组 以前才300多组而已 就已经不是很好申请 你看再多700组 你看1000多 你看怎么申请 一个月才多少场次 像我们有时候 我们10月份那时候 我们就连一场就去都没有 连申请都没办法 而且是称赐不全 说实在有些 不是说我们要说别人街头艺人这样 智能府这样子的话 都不把关就是变成说 其实居民也会困扰 大家也是想要听好听的歌曲 可是只要你是申请的 说实在什么样的方式都有 我非常清楚 有很多的长期靠街头表演的 维生的这些艺术家们 变成无法维持生活 因为目前官方的管理方式是 必须要在我限定的区域表演 而现在呢 因为大家开始只要申请就过 所以变成表演场地少 申请的人多 然后就怎么样 就要抽签 所以常常呢 以前他一个月 可以在那边表演可能二十天 结果现在一个月搞不好两天三天 因为让其他的 我们讲就是 可能还不是很纯熟的人 出来跟他们抢场地 我认为在重点区域 政府责无旁贷 还是得要把关 通过才能去 其他没有的 你就到其他的公共空间 就像类似这些 有超过八公尺 好 这里就可以表演了 巧儿街头艺人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 要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脱移而出 除了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点之外 也要珍惜每一场的表演 才能在众多街头艺人中 获得更多的支持 要做这个街头艺人的话 第一点你要去认定自己 对 OK还是不OK 而且你的定位在哪里 对 其实街头艺人很多 白白种 可是你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 一定要有特殊性 你才会比较好 因为唱歌人太多了 太会唱的真的很多 那你要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你就有自己的特殊性 所以我要来写那个 吞火箭 吞箭了 我家又自己把箭链长 对不对 吞火箭 对啊 登记制度 让有表演热忱的民众 皆可申请成为街头艺人 但同时也会造成场地 供不应求的问题发生 因此 在现今众多的街头表演者中 能做的就是不断将自己的作品提升 才能在这行业上占有一席之地 3G 3G 1G 3G 3G 1G 1G 一般人对于婉立的印象 普遍认为只是与朋友之间的休闲娱乐 甚至贴上了容易受伤的标签 但其实婉立与一般运动项目一样 也是一种运动专项 其中也有许多运动技巧以及受伤防卫 在台湾就有许多婉立爱好者组成台湾婉立协会 一同增进彼此的婉立技术 海提时期在客座椅上进行的婉立比拼 其实在古希腊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就已存在 1950到60年代 全球也陆续出现了地区性与国际性的婉立比赛 我是觉得如果你只要有一个热爱婉立的心 在哪里都可以玩 婉立不只是一项娱乐活动 婉立与跑步球类运动一样有其独特的专业领域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婉立桌 那我们的婉立桌会有所谓的 胜负垫以及手肘垫 那规则的部分 我们的手肘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能任意抬起 或者是出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都统一判犯规 另外就是我们手肘部分 离开垫子的边界线 这样 这样就是所谓的出界 那扶左的部分就是抬起来 离开垫子 有 就是我手被折成一个X型的 对 比腕力时只要用对方法姿势 就能大大的降低受伤风险 一般的暖身动作 选手上座之前 之后啦 上座的时候 他们会进行手腕的转动 然后再上背肌的拉扯 配合下去做暖身 这些肌群基本上上座 都会用到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暖身动作 腕力支持的部分 我们通常会要求两位选手 他们的肩盘一定要摆正 然后 千万出力的时候不要测 那我们先示范一次测 像这位选手的话 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他的公骨造成螺旋性骨折 肩膀跟手在那边 让公骨在那边造成巨大的压力 所以有可能会造成螺旋性骨折 那我们尽量要求选手身体摆正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你知道腕力其实可以科学化训练吗 呃...我不知道欸 有这么酷的东西吗 好有兴趣喔 关于这一点的话 其实大大小小的器材都可以做 做为腕力的训练 只要 你有运用到 我们所谓的功劳肌 TOP 或是齿侧肌 收缩的话 基本上训练都是做可以的 那我们还是 主要是希望各位民众就是 先来接受正确的腕力训练 然后了解自己 该如何去选择发力 然后请前辈指导 然后引导你做训练 会比较好 那你知道腕力 腕力其实是有技巧吗 呃...不知道欸 技巧 我都是用腕力硬干 所以我就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是可以在 就是可能透过一些技巧的学习 让我不要降低这些受伤的风险 腕力这项运动 其实不只是腕力至上 在其中也有许多专业技巧 能够让运动员轻松取胜 OK 那我们先讲一下Top Raw 那我们请黄色这位选手做示范 这是我们所谓的Top Raw 就是他的手腕会丟起来 然后攻击对方的手指 然后把他的腕进行翻的动作 让他比较无法做发力的动作 那Hook的话又成了 那我们请这位黑色选手做示范 Hook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选手会先把自己的手腕 然后摆出一个勾的动作 然后再用此侧跟背的发力进行进攻 我觉得对腕力的刻板印象吗 就是我觉得腕腕力比较常受伤 腕腕力的人脾气都会有点暴躁 对比较直来直往一点 那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为了能够增强腕力的专业性以及安全性 北部中部就有许多腕力爱好者组成协会 推广这项运动 协会当初成立是因为我们 就是如同我说的 我们当初因为常受伤 甚至于其实只要是腕力 对于普遍的民众都是有非议的 所以我们才想说成立一个就是社会团体 就是算是一个正当的团体 然后让参与腕力的人都比较有个归属感 对所以当初才成立丸腕力 协会 我们出国当初是为了学经验 因为我们当初炒创的时候 我们才几个人而已 那时候常有人受伤 所以后面我们是为了要学一些国际的技巧 所以我们才选择先出国 对 因为我们协会我们举办都是个人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跟政府新冠要过经费 所以我们都是个人去举办的 那我们遇到的挑战可能就是因为经费不足吧 那可是再来就是一个就是参与的人过少 那目前这几年我们已经克服了这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人已经人数变多了 我们现在要顾虑的是安全问题 对所以我们才就如同刚才说的 我们会出国 然后现在再推广正确的知识 然后让大家可以正确的腕力这个运动 对 腕力这是一个比较正规的运动 不是像你们想像小朋友小时候的时候大家两个桌子 然后两个互玩的运动 因为那样子很容易受伤 因为我们在全台湾都有各个据点 那如果你们想参与的话 你们都可以直接去找相关的据点 然后去学正确的知识 那去的时候不要抱的是输赢的心态 那可能就是我们会教你们正确的知识 然后等你会正确知识的时候 你再去享受那个输赢的快感 对 我们目前发展是就是堆叠式的啦 因为我们基地已经打好了 那在未来发展的话 其实除了台湾以外 我们跟国际已经接轨了 那我们之后会以国际的比赛为主 那培养出台湾的选手 然后出国比赛 攀岩是一项结合力量技巧的极限运动 将挑战推向垂直的极致 攀岩者需要在斗跳的岩壁上攀爬 运用肌肉和心智极限发挥 是一场对抗自己的极限挑战 因此吸引许多勇于挑战的人投入 攀岩不仅是一种极限运动 更是一场与自然交融的冒险 最早的攀岩活动主要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兴起 成为登山者强化技巧和勇气的一种方式 20世纪初攀岩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运动 并在20世纪中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 攀岩的种类有许多种 像是户外攀登、室内攀登、暴石、冰雪攀、神队攀登等等 户外攀登是在户外的天然岩壁上攀登 而室内攀登则是在室内人工岩厂攀登 暴石是不利用绳索在一定的高度下进行路线的攀登 冰雪攀是在冰雪地上使用冰攀工具攀登 而神队攀登因路线过长 需要多神聚的攀登 常为大岩壁攀登或是冰岩攀登 2018年有部美国纪录片名为赤手登峰 纪录片的主角为攀岩运动家亚利克斯·霍洛尔德 内容则是叙述他不借助任何绳索或安全设备 耗费三小时五十六分 徒手登上优胜美帝国家公园三千英尺高的酋长岩 我觉得攀岩这项运动比起起家运动来得更需要体力 因为他需要有好的耐力跟平衡感 也需要全身肌肉的力量 所以比较容易感觉到累 但是如果成功攀岩到自己的目标 就会更有成就感 攀岩是一门技巧性极高的运动 成功攀岩的关键在于细致的技巧 攀岩的过程中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平衡 专注于重心的稳定 以减轻手臂负担 颈握岩时时要注重手指的握力和手臂的拉力 善用指尖感受岩时的细致变化 初学者需学会运用脚步力量 有效地利用岩时凸起点 减轻上半身的负担 攀岩的话因为我们有所谓的一个攀岩的口诀 叫做三点不动一点动 就是我们人有四个支段 所以我们在攀岩的时候 如果以初学者来说 我们大概会一次移动一个身体支段 然后保持另外三个支段的稳定 那我们尽量去取得一个三角形的平衡 不管你是做正三角形或者是倒三角形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攀岩的技巧 通常都是要通过不断的大量练习 会去找到最适合的身体动作 那再来就是除了身体移动之外 还要配合石头的造型跟方向 我们去找到最适合的平衡动作 攀岩它看起来是一个上肢需要很用力的运动 但实质上在攀岩里面 我们讲求的其实是上肢的省力 我们其实发力的部分是以脚发力 所以我们会去想像说我们不是在吊单杠 我们会比较想像是我们在走楼梯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发力的时候尽量是以下肢先启动 把自己想像是在爬一个楼梯的感觉 那手只是做一个稳定平衡的动作而已 有些人初学攀岩难免感到害怕 然而只要多攀岩多尝试 就能够克服恐惧 第一次攀岩当然就是会有恐惧 那恐惧其实是来自于不确定性 就是不知道自己掉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慢慢的多次尝试之后 我们多坠落几次 其实发现其实在攀岩如果是很安全的坠落 恐惧就会慢慢的消失 那攀岩其实尤其是先锋还蛮想求信任感的 就是我在掉下来的当下 帮我确保了伙伴能不能安全的让我掉下来 所以如果跟我跟一个信任的伙伴一起攀岩 基本上我就不太会有恐惧感 那再来就是一朝期是爬高 那现在就没有爬高的问题 像现在这种暴时场最高大概就三五公尺 所以你掉下来就是有一个地垫去接住你 攀岩需要使用的设备有很多 都需要经过专业认证后才可以真正使用 我们在室内攀岩 其实因为在室内的话 通常都已经有一定厚度的垫子 所以掉下来基本上 如果你的身体姿势是好的的话 基本上不太会有撞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原则上室内的安全 不太需要另外准备安全设备 反而是攀岩的装备 我们需要一双好的鞋子 攀岩显示 它因为有特殊的设计 包含鞋底的膠 或者是它的形状 它是特别设计 可以帮助我们脚在踩石头的时候 会比较稳定 也比较有摩擦力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攀岩的时候 不管在室内室外都需要一个粉袋 那里面装的是碳酸霉粉 碳酸霉粉主要的作用就是要让手 手比较不会流汗 如果流了手汗的话 也可以让手保持干燥 避免在抓岩石的话 会造成手滑 然后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室外攀岩因爬高 就会有坠落的风险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的装备 就会特别多 那原则上我们因为爬高 所以基本上绳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绳子的话 它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就是它必须要有弹性 然后又要让耐那种瞬间的拉力 所以它原则上一条绳子在瞬间拉力 原则上它最少都要可以承受 大概2000公斤以上的拉力 这样才是保证安全的 那基本上所有户外的 遇到坠落问题的装备 都需要有一定的认证 它会有一个西医的认证 或UIA的认证 那个在购买的时候 厂商都可以去看到 它有一个认证标签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认证标签 基本上就不能确定它的安全性 所以除了绳子之外 再来就是快扣 快扣因为我们爬高不是一次爬到顶 我们每爬一小段距离 把快扣放进墙上 放进墙上之后再把绳子放进去 做第一个安全保护点 所以我们在一条路线上面 可能会放很多快扣在上面 所以我们一路爬一路放 然后一路做保护点上去 因为在爬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地形或者是凹凸凸凸不一定 所以我们会带不同的样式的快扣 甚至不同长度的快扣 比如说我们就会去带很多种形式的 比如说在不同地形上面 所以我们会选用不同长度的 如果是比较 离自己比较近的 我们会选择这一种 那如果有时候遇到一些地形 比较凹的或比较远的 我们就会选择比较长的快扣 所以我们在攀登的时候 其实要带蛮多种形式的快扣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是吊带 这是穿在身上的 保护自己身体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确保器 确保器是跟绳子产生摩擦力 去保护攀爬的人 这样子 原则上我们最主要的装备 大概是这些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帽 这是有时候在一些落石 或比较风化的地方 我们必须带着 避免有落石掉下来 去打到头 产生风险 攀岩这项极限运动 能在身体方面 提升手臂和腿部肌肉 也能在心理方面 增加勇气与信心 不管是在技巧上 心态上的转变 都能让体验者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突破 有兴趣的人 不妨利用空闲时间 到攀岩场来场 特别的攀岩体验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蔡依婷 感谢各位观众 一直以来的陪伴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新年新气象 心想事成幸福安康 ETV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